加湿酵素 今天KendroLiveTV又要来制作水果环保酵素咯 这里用的水果榨油 凡是有香橙还有葡萄 总重量呢是480克 所以要加入160克的红糖 再加上1600克的水 因为对比要一份三份十份 一份的红糖三份的水果 再加十份的水分 加入1600克干净的水 环保酵素不但非常好用 可以做加4万用品 看了还很疗愈哦 过程 避免使用鱼肉或油的厨鱼 原料切越小越好 若一时无法收集足够分量的鲜垃圾 可陆续加入 三个月的期限由最后一次加入当天算起 水需掩盖过菜渣果皮等原料 装进一个密封容器内 最好用塑料筒或坛子的 不能装满 要留出三分之一的空间 因为发酵过程会产生臭氧气体 第一个月每天要打开瓶盖放气 并搅拌一下 从第二个月开始就不用放气了 把盖 盖减 等待三个月 环保酵素就即可使用 完成 环保酵素的好处 量好了的酵素 大家看一下 好漂亮的酵素哦 好美哦 现在把量好的酵素 准备了一些空瓶子 要把它装进去 然后可以浇化了 哇 好多好多的酵母哦 做成功的酵素 会是酸酸的味道 果皮加的越多 会越香 做好的酵素 对植物的作用 是加入的果皮种类越多 作用越好 满满的一瓶酵素 然后这些水果渣呢 可以拿去晒干当肥 酵素对圆液的作用 或者是动肥肉 有肌肥肉 OK 拿于糖尸 糖尸 有水 OK 可以了 試一下 可以用一慢慢装水 酵素天然防虫 70比例 1毫升酵素 300毫升清水 直接喷洒鱼遭受害虫的液面 可用作天然除虫 除草剂和有机肥料 连续将环保酵素 浇在土地上三个月 可改善土质 让土地重现生机 你是不是每一天都需要浇花的 酵素的用途与方法一 酵素做肥料 浇花 浇菜 稀释比例 1毫升酵素 1000毫升清水 用法 噴洒植物的根部 还应该喷植物四周的空气 酵素既能清新空气 还会把空气中的元素转化为肥料 使植物长得更茂盛 一星期喷一次 酵素的用途与方法2 酵素渣做堆肥 酵素渣不要直接做堆肥 去用新鲜的树叶或草来稀释 才可当堆肥 做正值 栽培花草 水果的荷尔蒙 稀释比例 1比5薄 可刺激植物荷尔蒙 改善蔬果质量 和增加产量 1个月只能使用一次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